大家好,我是三喵歇小尾巴上岗 那么今天我们聊一个很久很久就没有碰过的这个话题 说有人说三喵你来聊一聊乌克兰战争的长期走势 那这个事情是个预测 说实话预测这种东西啊 那落空的概率很大 真要是能这个预测好的话 那么大家就是比如说啊 我这次欧洲杯开几个预测 大家跟着去买对吧 那结果是这个三喵反买 别墅靠海对不对 那真要是能预测那么神的话 那这个就05年欧冠决赛 那个米兰上半场3比0 那就预测会什么样 那大家都懂了 所以说这种东西您就听听就好啊 那么这个乌克兰战争 我这里圈出来一个长期的走势 为什么是长期呢 因为首先这个战争本来就已经打到了比较长的这个地步 那么战争这么长 是靠着乌克兰这边是在坚持抗战 这是一方面 第二点是俄国 我们说俄国他的现在的所有所有的一切一切的东西都是为了普京大地这个面子 而这个独裁者的面子对于他来说他是绝不允许失败的 如果他丢了这个面子 如果他还不能表面上宣布胜利的话 那么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四个字 那就是万劫不复 所以说这两个因素的作用下这个战争就拖到了如此长期化这样的一个境地上 那么当然就我看有人在我的节目底下留言说三秒 这个乌克兰他难道就不能实时务者为俊杰吗 那为什么就不能劝说双方就不要再打了 问题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那如果乌克兰不再打的话 那么你看看2014年面对这个俄国他要克里米亚这样的事情 乌克兰的选择是什么 那么在到了后来乌克兰的这样的选择给他带来和平了吗 那么乌克兰他跟俄国打交道 其实你要说了解俄国人的 乌克兰人算是比较了解俄国人的了 对吧 那么他们过去是跟俄国人打交道的时候吃尽了这种俄国人 他不讲信誉 他就是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 就是丛林法则这样的一个亏 所以在这种情况 如果乌克兰现在乌克兰东部四周 你包括我今天看新闻说乌克兰现在又撤出了阿弗蒂夫卡的三个村子 有人说乌克兰现在这个战线已经是这个样子 还有人说乌克兰去年的反攻打的不够好 没错 那么在这样的既定事实之下 那么乌克兰现在面临的无非就是两个选择 你要或者不要去坚持这个战争 如果不要坚持这个战争的话 现在就跟俄罗斯签订这个停战协议 俄罗斯想要的是什么 克里米亚完全归俄罗斯所有 这不乌克兰要保证自己的中立 而且乌东四周是完全归俄罗斯所有的 那么这个结果对于乌克兰来说 第一是绝对不能够满意的一件事情 这不是我说的乌克兰不能够满意 那么这种事情对于抗战了两年多的乌克兰的这种军民来说 都是不能够满意的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会让俄国人看到 这个如果自己在战场上这种高压态势之下 那么乌克兰会认怂 那么下一次呢 对不对 那么如果西方这次军援乌克兰 这次去西方军援乌克兰 不管大家怎么看 那么其实这次西方军援乌克兰力度比过去援助其他国家是要大很多的 如果这样的力度之下 俄罗斯还能够去啃下一块肉来 那么如果俄罗斯下次再要对基普实行一小时22分的闪击战 那么西方到底是怎么办呢 你是直接派兵来参战 还是怎么着呢 所以说从乌克兰和西方的角度来讲 无论如何这场战争都得撑下去 对于乌克兰来说 如果这场战争不撑下去的话 那么之前的这种牺牲就是富主东流 那么对于西方来说 如果这场战争他不能够让乌克兰就这么撑下去 如果这场战争乌克兰 那么到现在为止 他就是必须签订一个城下之盟 签订一个停战协定的话 就意味着整个西方的军事援助 其实是无效的 这等于对俄国是发出一个很危险的这种信号 那么当然会有人这么说一个问题 说如果你就算俄国吞并了乌克兰 乌克兰又不是北约国家 那么他敢动波兰吗 对不对 那所以说这件事情 北约他的这个约束力 北约他的这个凝聚力 这个问题是2024年被提出来的 我们不要去忘了 在2019年川普那个时候在台上的时候 这个北约不是被宣布挠死亡了吗 因为你没有外部的威胁就会是这个样子 那个时候如果俄国啊 如果他真的大胆一点啊 他在加里宁格勒那个地方 他去暗度陈仓一些兵力 然后对波兰去动武的话 那么那个时候北约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这个是不好说的 所以说这次真的是乌克兰替北约挡的刀子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北约这么多的军援 而乌克兰还是被迫最终去割让这些地的话 那么这其实是对西方的这种信誉 是一次严重的打击 那有人说信誉的打击 打击就打击呗 还能怎么样 不要忘了 对信誉打击之后 下一次俄国人再这么做 那么西方要付出的成本会高得多 而如果这次乌克兰签订的城下之盟 俄国几乎可以肯定下一次 他一定会这么做的 那么普京他不只是一个人是这个样子 其实俄国现在做的所有所有的一切 都是用这种对外的战争 在转移这种国内的矛盾 至少现在他还能够有这种转移的这种空间 有这种不列老哥这种边境少数民族 有这种神秘国给提供的这种炮弹 当然我们说战争除了打人更多的是打资源 打炮弹那么朝鲜给他们提供的6800个集装箱的炮弹耗尽之后 再去哪找这种苏制弹药呢 难道总不至于去找某东方神秘大国吗 这个咱也不敢说 咱也不敢问 那么有人会说啊 说这个美国北约给乌克兰这种援助是吊着俄罗斯 给他一点希望到最后是满盘皆输 哎呀说实话 我倒不觉得这个西方的这些政界的这些人 您甭管他叫政客还是政治家 我倒真的不觉得他们有这么高的觉悟 他们能够下大棋看到这个几步之后 纯粹就是因为孤立主义啊 很多很多这种国内的这些人 这些议员是不希望去把钱投到一个看似跟我们毫无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国家 这的确是一种非常非常大这样的一个思潮 那么这样的思潮之下 民主决议嘛 那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这个民主国家的决策就是这样的一个困难啊 他可能不能够一时间马上去形成这种凝聚力啊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乌克兰这个国家啊 那么你不管是如果你是泽连斯基啊 当然当然我相信泽连斯基也不可能听我这节目 他也听不懂中文对不对 对吧 这个如果你是泽连斯基 如果你是乌克兰的这种高层 你会选择现在立刻马上跟俄罗斯去停战吗 这个不是说 不仅是考虑到已经打了这么几年 这个乌克兰民众不答应这样的一个问题 还包括一点就是说 你能不能在这种两害相权取其轻 那么很多时候是要面临一个抉择 身在政界 两害相权取其轻 你到底应该怎么办 对不对 如果你任由俄罗斯去占领这样的乌东四周 那么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边界问题 轩而未决 那这种情况下 乌克兰想要向西转 想要去加入欧洲 这样的事情就会被拖的遥遥无期 对不对 而俄罗斯这样 其实上也是单方面用武力去改变这种现状 那么这种事情也会被得到鼓励 所以说 为什么这场战争是长期的 你站在西方和乌克兰的角度来讲 实际上就是 在乌克兰来说 它是有这种抵抗的坚定意志和决心 在西方来说 这种长期其实就是 对俄罗斯的这种绥靖也好 或者说孤立主义也好 其实这种事情在冷战之后是甚嚣尘上的 军部舰当年基辛格 对某些国家搞的叫熊猫外交吗 对不对 军部舰很多时候 有些人跟独裁者是谈笑风生吗 你看这样的声音是绝不在少数的 那么即使是乌克兰这次的战争 也没有把很多的人给打醒 所以这需要一个这样的过程 所以我不认为是西方故意调着俄罗斯 那么这次战争就一定是这个长期的 但是在这样的长期当中 有人会说俄罗斯的资源是一眼望不到头 俄罗斯的资源是源源不断的 谁告诉你是源源不断的 俄罗斯现在就打几个小村子 打的是不是能打下来 都是存疑问的 那么它的命门就是克里米亚的大桥 对吧 乌克兰现在已经正在获得一些 能够触及到大桥的装备 对吧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 俄罗斯的内部 所有所有的东西全是靠普京这一个人的威望在撑着 有人会说 这个那西方盟国除非搞一次刺杀普京这样的一个活动 但是我想说 当这个外围的很多很多东西都被消耗两项不列老科这样的 那么他当他开始消耗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这些精英的时候 那又会怎么样呢 对不对 就像一颗恒星当它的这个氢聚变成氦 这个过程已经停止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氦变成其他的元素 这个时候这个恒星看起来会非常的大 这叫红巨星 但是这个红巨星的时候 这个恒星也就快玩完了 所以这就是这个俄国这个样子 他什么时候开始动到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这些人的时候 那么大地的末日也就不远了 对不对 就俄国在战场上这种消耗速度啊 那么大约的确他如果不从欧洲不从非洲去抓雇佣兵的话 大约的确去动到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这些人的蛋糕也不会太远了吧 对不对 那么2023年的时候 你像那个普里格金 功亏一篑的那种兵变 谁知道会不会再来一次呢 对吧 就表面上这种独裁政府看上去是挺好的 那实际上呢 谁知道呢 那么行 今儿这个话题啊 咱们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点亮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